深夜豪大雨也狂炸新竹县宝山香 竹科工地泥沙跟着雨水冲刷 造成了多处排水孔主色淹水 幼儿园汪洋一片 要上学还得冒险涉水而过 南坑桥也传出了溪水暴涨 还有多处露树倒塌无法通行 相公所事紧急清除 雨水夹带滚滚黄沙从斜坡冲泄而下 路面都被黄泥水覆盖 昨天深夜大雨来得又快又急 宝山多数地区传出严重灾情 有些家长是抱着孩子涉水而过进来的 那现在就是等于说有一点消退下去了 那我们家长幸好可以有一点点的路 可以进来到校园里面 但是前半段我们也造成 我们很多的家长索性就请假了 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幼儿园 校门口前汪洋一片造成上课延迟 还有摩托车横倒在积水中 大雨来袭把附近的工地泥沙 重刷到路面堵住排水孔 水泄不及下水淹到脚踝 原方连忙亲历 这一段路 这一段路整个淹到小腿肚 所有的那个桥梁还有路边的排水孔 全部堵塞 堵塞我赶快 因为水全部灌到我停车场这边来 像一个土石流河流一样 整个往这边冲 我赶快每一个洞 每一个洞去疏通 南坑桥也因为泥水和树枝冲刷阻塞 加上溪水暴涨到桥面 一度水淹极西 住家半夜被水流声惊醒 赶着清理下水孔 还有多处路数倒塌阻挡车辆通行 向公所紧急派出清洁队驾驶山猫处理 先以道路这个的淤泥清除抢通为主 以及路数倒塌之后的清除抢修为主 我们也希望在这新竹科学院局管理局 还有我们各这一个周边施工的这一个厂商 应该要做好我们的水路跑池 这整个的计划以及规划 雷雨带让新竹雨量突破300毫米 宝山大小灾情多乡公所将向县府申请灾后抢修附件 也会要求工地做好水土保持 以免汛起造成更大危害